提到神仙姐姐很多人都会想到在《天龙八部》里饰演王宇嫣的李若彤、刘亦菲等人,其实早在《小霞龙旋风》里,朱宝益饰演的《花无影》就被称为是神仙姐姐,按照时间她可能是最早被称为神仙姐姐的女演员了。 她是最早的神仙姐姐,搭档大咖不火跑去演三集片,后席影驾富豪,雪花新闻。 朱宝益小时后随母亲一起去美国,长大会回台湾当了一段时间模特就进入了演艺圈,因为灵动的气质和漂亮的外表,很快朱宝益就被香港家和公司看重并签约,成为其旗下艺人。 她是最早的神仙姐姐,搭档大咖不火跑去演三集片,后席影驾富豪,雪花新闻。 去往香港发展的朱宝益,被靠家和这棵大树的她获得了不少好资源,不仅和周润发,万子良,成龙,苗乔伟等大牌男演员有合作,还在经典港片两部,英雄本色,有出演,并且还是和张国荣饰演情侣党,在这两部云集了一众大咖的电影中, 虽然朱宝益并不是主角,但她却也为这部展现暴力美学,兄弟情义的影片注入了一丝柔情。 她是最早的神仙姐姐,搭档大咖不火跑去演三集片,后席影驾富豪,雪花新闻。 之后朱宝益又与任达华、方忠信等人合作了电影《布局》,与郑少秋搭档主演了《刺客外传》等,但即便她合作了不少大牌,也出演了很多的影视剧,朱宝益还是离一线女演员有不少距离。 在这之后她又出演了不少三集片,比如《聊斋之玉燕三娘子》等,但是这样大尺度的电影也没有帮助她提高多少人气,可能是对娱乐圈的浮浮沉沉不太适应,也可能是因为想做些别的事业几年后朱宝益便慢慢淡出了影视圈,不再接演影视剧了。 她是最早的神仙姐姐,搭档大咖不火跑去演三集片,后席影嫁富豪,雪花新闻。 据悉,朱宝益席影后嫁给了一个富豪,虽然和圈中好友还有联系,但极少出现在镜头前,因此公众对于她席影后的生活也置之甚少。 不过在刘诗诗和吴奇隆大婚时,朱宝益也有出席,只是她实在太过低调,因此没有引起过多关注。 如今的朱宝益已经年过半百,从偶有的一些消息来看,她过得非常幸福,虽然当演员的时候没能大获,但回首她的前半生也算是幸运又充实的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